肩并肩一起穿越树林 日韩领导人终于抵达大卫营 东道主拜登亲自站在门口 欢迎两位印太区域的关键盟友 来到美国总统的度假地 虽然特别都没打领带 轻松的氛围下要开启 美日韩合作的新时代 美日韩将在军事经贸安全 各大领域全面合作 面对中国北韩和俄罗斯三大威胁 美日韩三国并需紧密相依 就算不是正式同盟 但三位领袖约好了 一旦任何一方发生安保危机 三方都要立即协商应对 风卫后发表了三大文件 包含大卫营原则 大卫营精神 以及三方协商承诺 内容提及台海时都重申 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呼吁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对银齐约来说 或许松口气 因为文件内容 没有使用义务等字眼 不具强制性的政治性协约 就算涉及敏感的台海议题 也替南韩政府留下外交上的诠释空间 记者会结束 拜登勾着影席月的肩 峰会开始前也搂了岸田的腰间 肢体动作展现美日韩互动亲密升级 三人设了热线 也约好定期见面 不让国内各种考验 影响合作热练期的保存期限 进行无论营周成为报道